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上一期我們跟大家聊了關於給水的練習 就是中心內圈外圈 然後給大小水的練習以後呢 大家的反饋還是蠻好的齁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沖煮完以後 願意花一點時間照著學長這個步驟來練習的話 大概一個月左右 你就會發覺自己給水的大小水的控制 繞圈圈中心駐水的控制 會有很顯著的進步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這部影片 你想要回去練習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部影片 我們把連結放在左上角 那這部影片真的覺得對大家會很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要進的是更進階一點點的練習 就是你已經把剛剛的那一段 練習的有個七七八八了 練了兩個禮拜練了一個月 你覺得有自信了 那我們再來練習這一個 因為這個比較難一點點 我們要討論的是給水的柔軟度 給水柔軟度呢 對你的咖啡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我們再有一個簡單的觀念 如果你的給水力道越強 咖啡粉呢 它就會被沖散 或者是你的水會力道很強的關係 會穿過你的粉 然後會直接比較快速的落入你的下壺之中 所以粉跟水接觸的時間會縮短 然後會導致於你的風味呢 可能會比較偏前段 那也可能是如果很誇張的情況之下 就是水真的太強了 有可能會變得比較酸 那如果你的給水柔軟度 比較好的話呢 水比較柔 在粉面上的時候 很像是鋪上去的 這時候呢粉呢 它就會比較能夠撐住你的水 這個時候呢粉跟水接觸的時間呢 就會比較久 那一般來說呢 就酸度會降低 可能甜度或是口感會增加 但是呢 大家千萬不要迷信 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給水很柔軟 並不一定的 而是因為你可以控制 當你的風味呢 太過於偏厚的時候呢 你可以調整 把水力調強 它可能就會從後段 推回前段一點點 或是說如果你太酸的時候 或是你的咖啡粉 它就是不會吸水 它就是比較硬的豆子 或是它已經放比較久豆子 這個時候如果你用大水柱 很強力的水柱去沖 有可能 它會太酸或是沒味道 這時候呢 調整用比較柔軟的給水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可以去了解 自己的水柱的柔軟度 那其實對你的風味的細膩度 細節呢 是會有影響的 那當然金米咖啡 就是一個比較細節的一個技術囉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藝術囉 剛剛那個基本關聯 拜託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再來練習 不要為了練習而練習 要弄清楚才來練習 那練習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會示範三把弧 因為其實三把弧的觀念上面是一樣的 但是呢 Fellow弧它是口徑是比較中粗口徑 那卡莉塔的弧呢 它是比較中偏細一點點 那也不是很細 那第三把就是月兔印 月兔印呢算是比較特殊 因為它的 它算是有點像是賀嘴的脖子 不是跟這種細管的弧呢不一樣 所以有三把的都會示範 超級細口的呢 我們就先不示範 因為超級細口的 要調整給水的力道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呢 我們有機會再做一篇特輯吧 那一般來說 我們當然會跟你講說 你在給水的過程之中 你的給水要柔軟一點點 要稍微往回勾一點點 這樣子呢水就會柔軟 但是這樣子大家都聽不懂 所以呢 學長今天先建議大家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什麼練習呢 就是先用雙手一起持弧 意思就是這樣 先準備一條毛巾對不對 然後呢折成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隻手呢 就是左手 然後呢 浮在你的弧的下半圓 然後這個時候 你會發覺說 你的重心呢 會落在 左手上面 那右手呢 就可以不用撐住 弧的力量 而可以完完全全的呢 去練習它的角度 所以這個時候 你在給水的時候 就可以測試 好 再推一點點 再推一下 當然 它的給水的弧度呢 還是兩隻手的角度 要搭配的 OK 好 這樣給 好 如果你發覺 這樣的水 力道太強了 稍微觀察一下 往上提一點點 但是水柱不要調大 不要變小 OK 好 一樣大的水柱 但是呢 感覺一下我的水 是不是已經 比較 輕柔的 進到我的濾杯裡面 要觀察 其實給水的柔軟度 難的地方 真的不是說 你的手 需要多靈巧 而是說你要眼睛 要認真看 看得懂嗎 有點困難 我們再來 思考一次 好 單手 這樣子給 你要調整 你的角度呢 通常就會 你要調一點點柔軟度呢 你的水容易忽大忽小 就單手的困難度 但兩隻手 一起的情況之下呢 先用 右手 好 把你的給水的大小 抓出來 好 這個大小是我喜歡的 但是呢 柔軟度想再柔軟一點 你的 左手 稍微的往上抬 一點點 讓你的 柔軟度呢 增加 但是給水大小差不多 可以看到 這時候我的水呢 就是柔軟度增加的 然後呢 慢慢練 好 給水的狀況 這個柔軟度比較好的情況之下呢 好 慢慢的練習 然後 好 覺得這柔軟度很好 給水也是我要的以後呢 再把 左手放掉 OK 然後抓這個角度 OK 好 抓這個角度 就是 你的目標值 OK 多練兩次以後 會發覺說 你的給水的角度 可以同時一隻手 有柔軟度 但是同時給水是維持一樣的 這樣理解吧 OK 好 我們這是第一把弧 我們再來設第二把弧 邏輯是一樣 剛剛是比較粗的口徑 就是更細一點的口徑 一樣喔 在給水的時候 這種很細口徑的弧 哇靠 水力很強對不對 一下子就飆出去 有看到嗎 如果我用單手 你看它的弧度 很強 那我就很難控制它的 柔軟度啦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一樣用同樣的概念 OK 把你的 左手拿起來 墊在下面 稍微 維持一樣的給水弧度 一樣的大小以後 然後左手 稍微抬高一點點 但是我要維持一樣的給水喔 然後抬高一點點 就變成 左手跟右手要抓個平和 有看到嗎 給水的力道是差不多 給水大小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的 噴出去的弧度呢 明顯的 變得比較小了 我們再看一眼 正常給 你單手要控制 容易這樣 弧度很遠 但是呢 你不好控的情況之下 左手來輔助 好 給大水 給這個水 OK 然後呢 右手 控制好你要的水量大小以後 左手輕輕的往上頂 OK 可以看到弧度變正常了 但是水是差不多大的 所以這個角度就是比較難控制的 就等於說水一樣大 但是 柔軟度增加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的右手抓住這種感覺 然後慢慢的把左手 收掉 OK 好 不要緊張 OK 很好 就這樣 然後你就繞圈 繞久了以後 你就發覺說 喔我掌握到了 水量變大 但是呢 柔軟度增加的 技巧了 然後第三把呢 我們就用肥肉糊 肥肉糊就是標準的大糊 那肥肉糊的口徑很大 所以練習柔軟度也是很重要的 OK 我們再重複一次的這個過程 好 正常給可以看到 水力是不是很強 一樣 把你的左手借來 把力道放到你的左手上 突然發覺這把糊變得很輕 因為你單手要控制糊 一定要有一定的腕力 但是如果兩隻手就不用 OK 一樣控制這麼大的水 但是呢 左手輕輕的往上抬 可以看到我的水 相對來說 變得比較垂直一點點 比較不會往前飆 但是水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好 這個不錯 然後呢 維持住 右手維持住這個角度 把左手 慢慢放掉 OK 好 就會維持這個狀態 然後想像一下 觀察好這樣的 給水柔軟度以後 繞圈圈 多練習幾次 OK 飛肉骨就是這樣 會看得出來 蠻明顯的 我的給水出去的弧度 是明顯的 變得比較小的 所以呢 其實給水柔軟度很重要的部分 就在於是 你的眼睛 要看懂 這樣的柔軟度是比較好的 然後呢 看懂以後 用你的左右手去做一個輔助調整 而且呢 第二點就是 就算你看懂了 但是你的右手沒有那麼靈活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就 一條就是連水柱大小一起調了 這不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是要 維持一樣的水柱 但是相對來說 比較柔軟 才是我們的目的性 大家這樣理解嗎 那這個呢 說實在的是 需要一點點 你的觀察力 然後第二部分 要一點點耐心 讓你的 給水的穩定度 給水的柔軟度跟精準度 都能夠一次提升 但是 大家可以試試看 只要你差一點點 其實對你整體風味的影響 就已經很大了 OK 好 那如果 各位對於這個柔軟度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 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我建議大家 面對今天的這個教學 你們就直接試試看 花個五分鐘試試看 然後 試完以後 直接去沖煮 你一定可以感覺到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才是最好玩的囉 那我們今天的 咖啡送主公練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希望大家都可以 多練習囉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